老郭的2022年的股票投资 可以说还是比较成功的 投资回报率达到了98% 那我总结一下我成功的三大要素 第一是比较lucky 第二是相当的lucky 第三是非常的lucky 当然我在这里不是假装的谦虚 老郭最喜欢的一本书叫黑天鹅 建议大家都去读一下 因为我们人总是想把自己的一些事情逻辑化 尤其是在我们成功的时候 我们总觉得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但实际上大部分成功都是因为一些非常偶然的因素 所以老郭的想法是 我们平时要好好学习一下投资股票的基础知识 当这些非常好的机会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我们可以及时的把握 大家好,我是老郭 又到了老郭聊投资的时候了 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下我2022年的投资的总结 和2023年的一些展望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就请注册 并点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我有新的视频会及时通知大家 2022年的国际经济大环境 可以说是近20年来变化最大的一次 也就是超低利率时代的结束 巴菲特曾经讲过利率相当于一个企业的重力 如果利率越低的话 那么这个企业的重力就越小 这个企业估值也就越高 如果是高利率的话 很多企业的估值就会一跌到底 我们可以看到在2022年 只注重公司成长性的公司 受的打击非常的大 这些公司以前因为利率很低 所以能拿到很多的资金 来帮助他们疯狂的成长 即使他们没有任何的利润 但是在高利率的环境下 每一个投资者都注重公司的现金流 所以大部分成长性的公司 突然断了资金链 这些公司必须从成长型的公司 向价值型的公司转型 如果转型不成功的话 可以预测很多公司会濒临倒闭 2022年我的最佳投资就是XSM 这家医药公司 我确实是很幸运的了解到了这个公司 最重要的是 随着这家公司今年的经营状况 和我对这家公司的更深刻的了解 我觉得这家公司是我长期投资的一个对象 除非这家公司在今年被卖掉 否则我会一直的很大比例的持有 那2022年我最差的投资就是阿里巴巴 虽然每个股票背后的公司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很多东西都是我们没法预测的 但是老郭总是想从我失败的一些例子 总结出一些经验 这样我起码能学习一些东西 那我投资阿里巴巴其中的一个因素 是因为我的偶像查理蒙哥 在前年年底和去年的时候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所以我觉得查理蒙哥的眼光应该没有错 这次的投资提醒我千万不要盲目的跟从偶像 第二个我能总结的经验就是 如果一个投资的机会非常明显 大家都能看到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不是太好的机会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大部分人包括散户和所有的大机构 能够看到这家公司的股票非常的便宜 但是这家公司的潜力又非常大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造成这家公司股票价格低的因素 是长期而不是短期的 反过来讲一些成功的投资 就是因为某些因素 大家没办法投资 或者说没办法看到 如果我们能把握这样的机会 我们投资才能够成功 那我再说说2022年我最后悔的投资 其实我最后悔的投资不是我买的股票 而是我没有买的股票 这就是巴菲特所说的吸手指 那这家公司是加拿大的一个医药公司 叫Cypher Pharmaceuticals 我在明明对这家公司做了非常仔细的研究 明明知道这家公司是白菜价 它的唯一的问题就是现金太多 而且也知道这家公司股票低 是因为大部分的投资者看到了这家公司 要无在美国过期的表现 而没有看到它在加拿大的增长趋势 但是我还是没有早一点投资 另外一个我后悔的 就是在2022年我交易的次数太多 其实如果我能够减一半的交易次数 我的投资回报率反而会更好一点 那么我再说一下 我2023年的投资的一些展望 首先我想说一下 在总体上我对2023年股票投资的看法还是非常非常的乐观的 如果大家看一下著名的投资者 Bill Miller在CNBC的最近的一个访谈 他也有和我同样的观点 他说目前股市情况这么不好的情况下 即使你蒙着眼睛随便选几个股票 你也能获得非常好的收益 正是在这种经济条件不好 股票价格暴跌 大部分投资者都不敢去投资的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们进场去投资 才会出现这么大的机会 对老郭而言 首先我要做到的就是在2023年里 一定要减少交易的次数 争取把交易次数缩减到个位数 那另一方面我也和以前一样 继续的研究一些公司的经营情况 最后呢也想从一些被打击最大的行业里边 找出一些好的投资机会 比如数字货币和娱乐媒体行业 虽然我以前从来不投资比特币等数据货币 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估计不出他们的真正的实际价值 但是2022年因为大型机构的介入 我相信数字货币在短期之内不可能一下消失 在这种情况下肯定可以找出一些好的可以估值的企业 那么娱乐媒体行业在2022年打击也非常大 从Netflix到华纳兄弟 而无论这个社会如何发展 娱乐媒体行业还会继续蓬勃发展下去 所以在他们的股价被打击最大的时候 很有可能找出很好的机会 好了老郭聊投资就聊到这里 老郭聊投资主要是向大家解释一下 投资股票的基础知识 谢谢大家的收看再见